今天是2024年8月16日 快必开往拔摩岛的行程第1441日 今天快必两位中童A和C探访 他们谈到快必文字线或罪 简称文字肉的那单上诉Case 大家都知道排期到明年1月10日 叫好快的啦 他们问快必都坐完啦,还上诉? 好,是不是为了赢呢?快必说 赢就当然想赢啦,不过相信不会啦 但上诉是为了说自己认为合乎普世价值 普通法治原则的道理,这是最重要的 快必说难得有圣诞老人戴启斯 愿意与他同行,一起打到终审 加上也看过陈文敏教授写的文章 感觉看法与自己相近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至于35家案件,还有两班同学要上剧院 下个月初就会结束求请 进入直路,很多同学都很期待 快点可以知道在船上要抛多久 快必是举手认罪的其中一个人 他说真的要忏悔啦,其实都是想留些蛋药给文字肉 认罪的就无法上诉判罪啦 但如果判他超级重,十年或以上 那就要上诉刑期啦 还有得上诉,证明香港更好有程序公义的嘛 至于不认罪的同学,特别是那些当年没有说明 有理无理否决财政预算案的呢 就真的可以作为代表上诉到底打到终审啦 我们虽然一直都输,但历史记下来,我们都是失败者 圣经说打倒了,却不似死亡 快必说,经过几个星期密集式的艺术灵感澎湃的日子之后 这个星期艺术创作就停下来了 未有妙师画画,不过看书一直都没停过 最近在看Raymond Korver的新手 他跟中童讲开,近月有两位学者 一位是他很喜欢的德国神学家 Yogan Mortman 莫特曼 另一位是政治人类学家James Gotter 两位相计去世 莫特曼之前快必看过很多 James Gotter还有本书在家书架 准备又要进来再重温 尤其是现在,因为他说了很多被压迫的人 如何反抗,很值得大家留意 讲开看书,中童A说他都没看过忏悔录 快必就少少尖尖自喜地和他们分享奥古斯丁的智慧 叫他们好好记住 没看完整本书都可以记得一些有意义的智慧 上主是人最深的记忆 同是人最深的遗忘 记忆和遗忘的临界点是一个无穷后退 从而无法把握的位置 然而上主就是存在在那里 详细的试探构成了自我根本性、总体性的存在规定 试探离漫于人性的所有层次和心灵的所有维度 充斥着生活的所有细节 甚至连真诚的反思 也无法预测人性的可能 不单是恶是试探,善也是试探 向善的时候,人不能避免包含着一种自我肯定 和追求别人肯定的骄傲 对抗试探的努力,求生也包含着试探 上主和试探都是深不可测感 内在于自我,导致自我需要持续 不断存在在两种张力之中 这就是赞美上主和参灰 技术作为生活和存在的特质 有点心,需要慢慢消化一下 天气这么热,都是轻轻松松看漫画 快必说刚刚看完《仓天之权》 是北斗之权的姐妹作 又看着GTO麻辣老师 真人版是反丁龙屎拍的 那时快必也没追过来看 他说日剧来说,小时候只喜欢看蒙面穿人 咸蛋超人,还有排球女将 是不是猜不到呢? 居然看排球,不是看足球 在船上很多东西都掌握不到 快必说,例如这几天喝水,有些怪味 是什么味呢?咖喱味还是烧辣味? 多好啊,不是淡贸贸的清水 在外面一定喝不到 这几年最容易掌握的 就是自己可预讨的私饭 所以成为船上孤独的美食家 孤独,但愉快享受美食 最喜欢就是失家无神有惊喜 有一天吃酸辣汤鸡柳米粉 真是很惊喜,因为快必喜欢吃辣的 尤其夏天麻辣酸辣,生蒜蓉的辣 更令快必赛 happy 她说,自己吃Cecerer salad也要放蒜蓉的人 快必同中同讲 想起以前在岸上日子 每个月都会去百老汇电影中心 吃Cecer salad加蒜蓉和烟生文鱼 还有一杯黑咖啡 最喜欢这样的午餐轻轻鬆鬆 吃完之后就看戏剩戀 但最近一次看的电影都是四五年前 是樊高的动画 这几年在船上没看过电视电影 靠的都是收音机和报纸讲电影和电视 下船后真的要追回很多来看 不知为什么,在船上特别喜欢吃辣 快必说以前都不会早餐吃新辣面 但现在每星期吃一次,都很开心 有一天吃咖喱、鱼蛋、猪皮、豆瓣、辛辣面 咖喱加辛辣,绝对是港式化的韩国美食 好像二、三条加葛恩 辣上加辣,认真美味,like爆 这个孤独的美食家因为太有空 所以会很细心地检查猪皮 因为他最恨猪皮有毛 一定会逐CM去验清楚 如果没有毛又煮得够软 他就会很开心 那个早上 是鸿肉,开心其实很简单 吃又软又没有毛的猪皮 其中一样 又到周末,如果你还没写过信给快必的话 是时候的气心肝,不要懒,不要害羞 如果不知写什么,就去买张漂亮的卡寄给他 因为收到你们的信和卡 对他来说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写开信的朋友,不要停 这几天快必的邮箱收到 有很多朋友寄来的信 包括中旅经纪给快慢的信 聖堂特种部队 Cosine Phoenix Ghost 还有黄银妈前后两封信 还有Rebecca和Theresa 多谢各位记挂着快必 如果很久没有写信的 就快点加入笔友的行列 大家可以把照片或卡组 insert在work document、powerpoint等文书演卷 加上信的内容 打字或手写都得 用A4字或彩色黑白印出来都没问题 不过提醒一下写信记卡的话 记住不可以有闪粉、贴纸、钉书 亦不可以是3D突出来的那种 但烫金烫银那些就OK的 来信请寄去香港七姊妹邮政局 邮政信箱60141号 今天说到这里 拜拜